我是范正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我們去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第一個貴買指數今天續創波段新高 量能也有出來 當然加權指數也有創波段新高 只是收盤沒有上 是因為鷹派官員鬆口降息嗎 這是我們第一階段要看的 我們就直接來吧 第二階段跟第三階段 分別在另外兩部短影片裡面 大家記得要去收看 貴買今天收漲了0.86% 幾乎收在相對最高點 表現非常強勢 加權指數則是收漲29.31% 漲幅0.17% 那今天電子指數表現是相對強勁 資金的成交比重又來到7成以上 昨天大概只有66% 那今天的金融跟飛金店 表現相對比較弱勢 都是下跌的 如果說就技術面來看的話 今天的量能3217億 3217億 然後收了一個量增十字線 那又一樣 還能常常講 這個量增十字線 有人說是變盤線 有人說是中繼線 那怎麼判斷呢 通常看後面那一根 所以假設今晚上公佈PCE數據之後 哎 美股上漲繼續帶動台股往上衝 突破17441的話 那今天就是什麼 就是多方的中繼線 那但是如果明天不幸的 去收破今天的低點 那就變成一個短線的變盤線 不過呢 基本上還能認為啦 這種中繼線或變盤線呢 基本上還是一個短線的技術面結構 重點還是要關注什麼 整個的趨勢 跟整個大區間的這個形態變化 那目前呢 星期一去跌破 17239之後呢 建廠就定調目前是整理區間 那因為今天 雖然說有形成多頭浪 但是因為沒有收上 沒辦法判定轉強 所以目前只能還是判定說 目前加上指數還是在一個區間 去做個震盪整理 那當然說目前看起來 就是星期一的低點 不要破大概還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因為畢竟沒有形成明顯的頭部嘛 那既然馬上明天早上就破的話 這個頭部區間也沒有太大 所以就還是持續的偏多看待 那另外之前有說到嘛 這個點位最好是別收破嘛 因為這裡收破等於說 幾個大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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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被套牢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說 月線其實也開始也上來了 所以等於說這個點位跟月線 形成一個雙重支撐 那如果說這裡被跌破的話 等於說月線也會被跌破 這個大家到時候再來留意就好 那貴買指數的部分呢 今天則續創新高 那量能也有出來 那今天的收盤應該是978億啦 所以等於這個量能呢 是一個強勁的攻擊量 所以強勢關鍵點 就是要上級到今天的低點 229.1 所以接下來就持續關注啦 貴買指數今天低點不要破呢 後續竟然都還有持續延續的機會 這個看法沒什麼太大改變 然後再來 我們看一下多路加速比例的部分 短線的多路加速呢 有脫離過熱區的現象囉 連續三天的修正 就是說這兩天的上漲 並沒有讓短線多路加速 重新恢復攻擊的狀態 所以等於說 雖然說盤面看到還是很多強勢股 但是其實短線呢 類股輪動的速度還是有的 還是有出現啦 就是今天漲明天跌 比如像昨天大漲的散裝 今天就是基本上都下跌 但是下跌的幅度也不算大啦 也不算大啦 比如說 你昨天的5608的四圍行 昨天漲停嘛 那今天爆量下跌 但是也沒有跌破昨天的低點 所以如果說就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 還不能算說 真正出現那種 類股開始輪番轉弱的一個現象 所以目前看起來還是正向 那再加上 長線的多路加速持續偏多 那多路加速目前49.83% 是還沒有進入就是 就是說比如說過熱區什麼 所以等於說 還是有持續往上的空間 加上指數也並沒有做頭 所以我個人看法呢 就還是持續偏多看待 沒什麼太大改變 那至於昨天的聯準會 官員到底說了什麼呢 昨天的Wallet FED的官員Wallet 基本上提到的重點 就是說 如果聯準會 應該說如果通膨數據 有持續的回落的話呢 那聯準會可能會順著 順著通膨降溫 而可以去做一個降息的動作 那其實這是在之前海豚有提過 就是在明年的聯準會 因為說明年的利率水準呢 大家知道 所謂的實質利率 就等於這個明目利率-通膨利率嘛 那現在明目利率是5.5% 而5.25%到5.5% 那如果說通膨率已經降到了4%3% 那等於說他的實質利率會超過1% 那實質利率超過1%呢 基本上對於經濟會起到一個非常大的壓抑作用 所以等於說如果聯準會不希望 因為利率過高造成硬著陸的話 那在通膨回落的過程 他們必須也要適度的降息去因應 避免市場出現一個比較大幅的 就是過度資金緊縮 所以這個說法見上算是合理的 算是合理的 只是另外一個聯準會的官員 鮑曼其實也有提到說 假設過通膨停滯不前的話 還是有可能怎樣 還是有可能會他會自止升息 但基本上12月已經定調是不升息了 但是基本上昨天在Waller講完這個談話之後 美國共貸直率率出現比較整齊式的下跌 甚至跌破近期的低點 所以等於說又再次的 就是有一點估值釋放的一個味道 只是美股昨天晚上並沒有太多反應 那我們就看看今天晚上PCE數據 怎麼去反應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晚上關注9點半的PCE數據 不明天關注PCE數據 不好意思講錯 另外就是這個處理實驗究竟人數 再來就是星期五的製造業指數 還有在禮拜六凌晨 還有包我的談話 喜歡海盾的分享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段大家記得來觀察一下海盾 怎麼看一下今天的強勢股 以及第三階段的 這個矽晶圓被外資調高目標價的部分 華冠投顧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星字第015號 請在請進行 請下集中 找找玩家 成功 適合 有 追 感谢观看